困擾人的地方就是這個box model 因為它在以前就是 它以前都是大部分它就是content box 預設其實現在瀏覽器也都會叫content box 那它主要就是 它其實是以中間那個content 你在CSS定義的那個寬 其實是那個content的寬 那常常會跟你 如果定義了一些那個margin啊pending 甚至在你制定的一個寬度 然後有pending 然後常常就會 你看到那個元素會超出那個邊界 其實原因就是因為它的content box的關係 那這個其實在CSS3 它做了一個比較好的解決 就是你可以宣告一個叫box sizing 你可以先用一個universe selector 然後宣告我所有的box sizing 我都要是border box 那border box就是它的寬度是由 border加pending加content來決定的 所以它就會比較沒有 沒有像你那個content box那樣 隨便的就是超出去那個寬度 所以假設今天是一個 你定義一個width是 等於我現在所有的margin border pending我都設10好了 那我的那個content是設400 那在這個狀況下面 它的寬度就會變成400加30 就會超出去 那你原本預設是400 其實就會多了30 那算到border好了 就是算到border的話就是420 那假設是在border box的狀況 就是你必須把400-10-10 等於是380才是你真正content的寬度 所以這就是它不同的地方 好 好 那其實 大家如果能體會那個 就是 其實所有元素都是一個矩形以後 我們可以就是來講一下 它裡面有那個 呃 首先我們會 我們其實有跳過一個東西 叫display的屬性 那display的屬性就是 會分block跟inline 那這邊可能等一下 助教再幫忙補充一下 display它的用處 那我們這邊直接進入到 其實在css裡面有 有一個屬性叫做position 那一般來講 預設就是static Static就是狀況 會是像我們剛才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 有一個很複雜的div 長成這樣子 那它static的話 呃 我們裡面其實只有 特定設一個了 在middle div下面 設了一個pending 是10 但其他都沒設 其他就是按照那個 div的box model 所以其實你看 它每個都是一個 矩形所組成 但它其實 這一個矩形後面 會有 會有好幾個矩形 來組成一個 一個比較大的box model 那 一個在position static的情況下 就是 就是沒有改變 那我們第一個可以 設那個 另外一個屬性叫做 position 我們可以設成 叫relative 那設成relative以後 你可以用 left button 或top 或right 去決定 決定它的 它的位置 那這邊這個就是說 所謂的top 是10 然後left 是-40 那這個relative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的意思是 根據你原本的位置 來決定你現在的 就是 top 就是你原本的位置 從top 算下來是多少 top就是從最上面算 你top是寫10pixel 就是從原本的位置 往下算10pixel 那你的left-40 就是從原本的位置往 左邊 就- 140 那大家可以看到 原本的位置就是 灰色的那個部分 這就是所謂的原本位置 那 這就是 設定了relative 加上top left以後 造成了位移的改變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灰色的 最邊邊 跟上面first的橘色底下 其實它差的就是 10px 對 那位移旁邊就是-40px 好 那除了relative以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叫做 就是這個叫做 相對位置 那還有一個叫做 絕對位置 絕對位置這個是 這個 比較特別 那絕對位置是說 它設定了絕對位置以後 你一樣也可以用 left或 button top right 來決定你的位置 那 它就是 設定好以後 它就會 像我這個就是 把它擺在右邊 然後 從上面算下來 10pixel 那 呃 通常這個搭配下一個概念講 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 呃 它的絕對位置 但是它會 參照一個東西 去做它絕對位置的 位移 那參照什麼東西呢 這必須要講到說 就是 這個是單 這個是單純 我設定absoluted 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 那個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叫 middle middle 的div 看到它就是 設absoluted 它就會變成這樣 那 我加上一個東西 我把原本的 它的外面 那個 middle的div 我設定了一個 叫 relative 我可以把 positive and relative 加下去的話 它的狀況就會變成這樣 就是 呃 我只改了一個 加一個 relative 那這兩個 差異在於說 就是absoluted 它會決定說 它會往上找 它會開始往 它的那個 副元素去找 就是 找上一個 就是副元素 當作參考 它有沒有設定 那個 relative or absolute 就是它有沒有設定 像絕對位置或相對位置 它的副元素 如果 如果有的話 就以它為基準 所以你看它就是 像我 middle 設了一個 relative 它就會以 middle 這個東西 為基準說 它在右邊 然後往下 10個pixel 所以它就並不會 像這樣超出去 這樣子 這個就是等於說 如果你沒有再插 任何它 副元素 因為它會一直 往上找 如果你在這之間 它找個所有的 它的那個 它的 副元素 或在更上一層 副元素裡面 它都找不到 它最後就會以整個 window 就是整個你現在開的 瀏覽器的那個 最外框的 window 為基準 來做它的 它的那個 位置 決定 對 好 所以通常我們 通常這個屬性 我們通常都會搭配 relective 跟absolutive 將把一些那個 就是做一些 呃 container裡面 我們會做一些 元素的搬動 這樣子 那 在於 呃 還有一個東西 我們今天沒有寫出來 那個東西就叫fix 就是fixed 那這個其實很好理解 就是固定位置 它就會 寫好了 它就會固定在那個 它就會以視窗為標準 固定就是在那個位置 那大家等一下可以試一下 那除了用position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東西 我們也可以來做 那個 做它的位置的更動 一個很常用的屬性 就是float float就是 就是我們可以讓它決定這個元素 是不是浮動的 那像這個東西 我們 我們決定了 呃 mid first 這個div 我們決定它是float left 然後 所以它就會變成在 呃 左邊浮動 然後你會看到它會有一些 所謂 文字相繞的狀況 對它會避開那個float element 好 那 呃 另外我們可以做一個狀況 就是在於 mid first 跟mid middle 我們都可以做float 一個做float left 一個做float right 我們就可以做出 兩個 兩個 浮動的元素 那 可是這樣其實會影響到 mid last 如果你等一下 直接把這兩個 你可以去玩說 把一些元素都設成 float的話 你會看到後面的元素 會受影響 那這時候我們就需要 有一個clear的那個 的 的 的 property 去把這個 浮動的那個 取消掉 寫一個 clear 然後冒號boss 然後接下來 它這個元素 它就會 跑回它本來應該要 在的位置 所以就在下面 對 那如果它如果是這樣寫 它就會跑到 跑到右邊上面去 那其實position 講的非常簡短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 練習的比較多時間 在position的部分 好